好,我们看一下英汉语序的差异 在我们汉语里面,我们先说谁,在什么时间,在什么地点,怎么样,去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你比如说这句话,我每天五点在学校大声的读英语 我们先说我在什么时间呢,每天五点,在哪呢,在学校,怎么样呢,大声的,干啥了,读英语 而英文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 先说谁,干了啥,先把这件事陈述清楚,然后怎么干,在什么地点干,什么时间干 这句话如果按照英文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的话 先说主要的,我读英语,I read English 怎么读呢,Lotely,在哪读呢,A school,什么时间读呢,A five o'clock every day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在英文里面有时态 不同的时间,动词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这里every day是每天习惯性的动作,所以动词用原型read 如果是明天tomorrow,那么动词就要改变形式,用will read 这是动词的时态 所以我们在造英文句子的时候,第一点一定要定英文的时态 因为你主要先表达谁干了啥,干了啥就是动作 所以动词的时态一定要确定,第二个就是定义序 先把主要的主干,陈述清楚谁干了什么事 然后再说状语,最后造句子 我先读一句,这样子是一个人的事 我先读一句,这样子是一个人的事